那天,最高司令官罗宁同志来到湘河足球训练基地看望大家 国安将士们瞬间感动了 有些同志甚至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面对当时外界很多关于国安说大话,石小强的报道 最高司令官指出,谁也别跟国安比有钱 虽然我们有钱,但绝对不能乱花,要对人民负责 一切转文会都要符合市场规律 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方针 最高司令官说,有关这一想法,我已经跟副帅高潮同志打过招呼了 以后大家都按此执行 随后,最高司令官将负责二队训练的吕军同志叫到身边说道 我们二队有很多天才球员 你一定要牢记人民给你的嘱托,让他们尽快成长 我估计三年内他们必将大方一彩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不需要外援了 那么把门都打了,还算不划对 这篮 interviews 没听见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余杨就是身一脑袋 对,余杨在盯上曹阳的手提 让对方从身后隔着自己的脑袋 对,实际这个位置抢先是应该曹阳 因为曹阳在之前这个位置领先队攻攻攻攻攻攻攻碘 把脑子伸出来说你没跟上 这还是比赛经验 对 还是比赛经验 怎么说呢 国安队现在的两个边位 一个没有放倒住几次传中 另外一个呢 补到中路的鱼洋 忘记舍后的状况 对 这七号人傻了 对 他傻了一样 你说第一点没想着没关系 第二点你要是不抢球也行 你把人给架出来 对 你合着人 嗯 左脚再穿 后点 点回来 跟进 打开 还可以 门杖下蹲的比较快 他应该正脚的 他拿脚都催的 这球差点打 差点打穿门 对 门杖下腰比较快 那天 最高司令官罗宁同志 来到俱乐部的食堂 看到琳琅满目 可口的饭菜 最高司令官十分满意 他指出 饭菜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球员场上的表现 比如说麦圆 和国内球员是不一样的 他们喜欢吃肉和蛋 尤其是蛋的供应 一定要跟上 我现在看着没有什么 其他的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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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高总这场有什么期望啊 希望有什么 希望就肯定给我落伞 这个证据 哈哈 哈哈 那天 最高司令官罗宁同志和副帅高潮同志 一起去机场迎接在亚冠比赛中被淘汰的国安全队 陡然间见到最高司令官的到来 球迷们陷入到疯狂当中 纷纷哭喊着司令官的名字 但最高司令官罗宁同志却十分冷静 他指出 输了就是输了 该送去挖煤的就一定要送去 球队里几个外援虽然都是世界级的 但有那么一个人他是不满意的 在引进外援这一块 大家都必须向副帅高潮同志学习 有一首歌叫《忐忑》 我就是忐忑 这个周军龙有首歌叫《晴天》 对吧 《晴天》里面一首歌词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想了 就你来到我的身边吧 就是现在就盼着他来 我也没说让你们大吃一惊 那天 最高司令官罗宁同志 别开生面地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会上 最高司令官指出 梅西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而哈维的问题是年纪比较大 都不适合现在的国安 那么你说咱们最需要谁 最需要肯定是梅西吧 要来的话我觉得比较合适 这个哈维啊 哈维我估计大家都说不合适 岁也大了 这个可以负责任地说 包括我听 反正我是很少上去看 因为骂太多的时候 看了也太舒服 所以就也来看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机场的时候我也讲了 我今天负责任地说 肯定我们在中期 那天最高司令官罗宁同志 亲切地探望了 远在湘河的二队队员 他指出